Lun Sang 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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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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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扬扯人生 胯下拉回 右左手的Yinanna 再给到 陈青凯 低脚 突进 王兰青身后 左手 反球补分 南丽肥黄 后卫戒上 荡人称王 王兰青一步启动 快速过人 挑拦命中 反球补分 防守 防守 39比38 追梦队 在本场比赛的 下半场的第一次的领先 因为在阶级阶段 两边有交替的领先 篮下 这一下 内队 领先 严护 转移 回去 我没换 他被追 回去 劝劝他 他要打磨了 20号 吉尔迪亚细 灌篮两分命中 让新西伯拉利亚队再次反敲 40比39 大力 看看谁能在 关键的第三节 拿到领先的位置 左侧瓦兰青没有办法给到李颖阳 内线这边也要传道 漂亮 真漂亮 这球传的 不烈不烈了 立阳见缝插针 防守 助力孙力成篮下打中反超球 41比40 僵持阶段 出球就走 看来换防那些没有人了 不烈了不烈 这种球就应该把他拉下来了 对不对 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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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离开 两边的后卫都贡献了在 场上 对于内线队员精彩的传球 来 来 5 5 进度 反馈 对 对 对 现在比分41比42 这盟队已落后者一分 看看还是首一个全场 直接发到中路 20号 吉尔迪亚基金 是他们在队内最高的得分的球员 内线队员拿到十三分 一个篮板一个出攻 在中路的过渡 8号 巴兰迪 对了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限制对方的出球 对了对了 还有十秒 配着罗维奇 给到巴兰迪 加投篮 之后背后运球 三秒 第二秒 这次完全是个人技巧在特意的突破展现 帮助新西伯利亚队来到三分的领先 现在41比44 全球队落后的三分 王来清拿到 本来这次机会 扳平 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 一个传得及时 一个跑得到位 南临 北王连线 再次扳平几分 出楼 这一个好极限 王岚清 全球队在这一支 换篮舞的队伍当中 灵魂人物王岚清 已经个人拿到了 全场最快17分 在篮下 反归 阿帕 黄兰青 换完以后 你抢他身前 我不说了 掉后面没有空间 掉 42号 托马洛夫 换人 周大利上场换下黎一扬 46比44 新西伯利亚队2分的领先 今天黄兰青是火力全开 不仅在场上输到了球队 也带领了球队 在球队的一波又一波的趋势 周大利 看看没有机会 自己来做一个单打 A-SOLATION 请来左手周大利 队长周大利 做出表转 篮霞转身 左手勾中 再次打平 46比46 佩特罗维奇 换到小打蛋 这边大打小子转出来 看看巴兰丁进来之后再分享球 这次球传得不是很好 佩特罗维奇 在左侧呢 三分不重 二次篮板进来 是一大打 下半小女友 一个了 给到一个警告 裁判失忆 不要去有一个拽框的动作 不然加油下一次会给到个技术犯规 二十三 你赶紧三 三 你赶紧三 这已经表现了 第一次球队 再来 小人叫 实行 每一个回合 无论是 这边 这边特别的 约翁 又是两分 华兰丁 呼叫掩护 转移到陈兵凯这一侧 孙力晨从中路往上提 面对华兰丁 再要找陈兵凯 这球没有接到 失误了 换回了 转换过来 四打三 来一下 空无一人 暂停 参谱 听着啊 联防不要慌 也不要做无谓的空气 没有任何意义 上去以后 你先持球 你在这位置五 剩下的还是 二 四 三 就打上线 一突破 再转移 若车二打一 那就反复打这个 另外回来 还是一二 篮板球啊 保持球都不能降 看 看 现在我们会 转换他们 转换他们 现在他给他们 描述 对 然后 听着我 我叫 在接下来 离开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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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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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 我们 来 来 大家 看 转移 转移 回来回到场上 现在 46比54分的落后 这场比赛是绝对能够赢的 好 比赛继续 各位加油两个字给到我们的队员 直接直接 直接 直接 队 来 换到王兰卿的面前 右侧 再回到王兰卿的手上 拉开 现在 专战 来到场上 王兰卿 右手 连续两次的晃动 拉开 拉开 出位了 路易莎 前掌球 苏大利 给到胡仲阳 一脚给王兰卿 看看 进来这一下 胡仲阳是好像没往前 配得罗维奇 一打一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演护去 你给我拉开空间 到这个位置让他去 让他进去 就把你护去 怎么你护去 你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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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去 你护去 你护去 带你 护去 23 23 你护去 3 你护去 没有护去 蓝盘拿到 51 比 46 大概现在 军队的战修 迪迪来 迪迪走 罗伊萨 提线掩雾出来 右侧装战 罗伊萨 这 接球 换人 13号波萨什科夫 别放过来 在第三队结束前 郭鹏队能够扛过这段时间 迪来 贝尔迪还是来到谷底 这一下 巴兰迪 右手没有打中 球权交换 好棒 新西伯利亚队的战术来说 他们在全场一直在使用 他们知道在身高的队位上有优势 所以可以把内线队员往外掉 周达利 再给他中间 往南青 到这边 左侧 王南青自己来做一个高声化 这一次是投的偏珠 佩特罗维奇 热人进攻 中间脚步是慢的 对 对 他重心高 马克特 马克特 以及行进当中的左手的虚晃 摸掉追梦队队员 上来命中 来到了7分的差距 露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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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话 现在新西布列亚队还是联防的站位 庄寨在给左侧转移球 第一次球是不带 拉得不是很好 看在五秒进攻时间 庄寨三二一 防有两家 80 23 已经快来到失本的差距了 这一段等于是新西伯拉队打了一个6比0 黄兰青在十一提上的掩护 左侧黄兰青背转身放 换归 你上换换大力 敢打不敢打上去 那眼神别老看地 你要跟主角量有眼神交流 我一看你要看我 我才证明你要上场 我一看你 你看边上 敢断开 你真是 来掌声给到黄兰青鼓励 加油 换人 第三节最后的40秒 好 现在8分的落后 对于正梦队来说来到了一个困难的时刻 能不能守住第三节 好的 新西伯拉队的最后一次进攻 切尔迪 往上显 往上显 四周五度的侧应 3秒 2 1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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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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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风队 前方 最后一攻机会 十三节 两位前厦门大学和福建队的队友 庄战 黎阳 庄战 空位出手 好 好 把手 消灭户庄战 3分落袋 这边没有投中 来自于前厦门大学和福建队的两位队友 为追梦队贡献了一个三分的表现 第一个他们人员有些变动 对手的这个主要后卫被发出场 所以我们抓住这点 在他外线这一块下了一些功 所以那时候有一些效果 但后来他们也稳住了局面 同时也抓了后卫 抓挡拆标内线这些处理球 其实从内线给我们打开了 细节上的处理还是不如对手老练 这比赛还有完没完 没完 精彩没完 流量尽性弯 哇哦 干什么呢 至于吗 动感地带芒果卡 该上场了 我还没看完呢 专属特权 惊喜想不完 哇 是我的爱豆 可以拍照吗 我的爱豆在你的手机踩灵里 爱豆采灵 来电爱不晚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开球就要喝开水 本节目由康师傅喝开水 赞助播出 澎湃水动力 报扣更有行 本节目由必忧权水动力保湿乳 赞助播出 实际上他们这个联法手的质量不高 只是咱自己盲目的打法 前面要先打配合 后边最后来以5号位挡拆 寻求外线这三个点 5号位在这投手装战 你在这个位置 绷一个挡拆 黎一阳你这球绷一接 一个跨步到这位置寻求投篮 他后边一追 马上突破下顺 不要站起来 不要探照 突投结合 内外结合 然后马上去退房 投不进马上去退房 好吧 再强硬啊 坚持 加油 加油 熬一难熬一难 一 二 三 二 三 剑长的各位观众 这是挂篮舞的最后一场 最后一截了 请各位拿出你们的加油棒 伸出你们的双手 给两支球队 带来一次最大能量的尖叫声 让我们进入最后决战 最后一截了 55比50 新西伯利亚队 来自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队 现在5分的领先 对于中部队上来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先要防下来 42号 克马诺夫 这一次 漂亮 李洋 逼得对方一个失误 李洋落到右侧 装战 在场上也许是 李洋装战两位 默契是最好的 在是打了5年的球 看看李洋观察 10秒再掉出来 陈进凯 再给到左侧 还有5秒 突破 转移 被拍出键 前场就1.8秒 1 1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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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比赛 比赛 等他左边他是右手 1.8秒 看看 Dreamer队能不能把这次的进攻 用投篮顺利来终结 硬的 给到谁 进来 跳给陈进凯 哎 alcohol 这下没人 繪梦队比赛 整个 Selena Cultural 那举梦队得 Adviser 防守 防守 对手一个 防守两个字 追梦队 好 追梦队 追梦队 7号马基耶夫提倡的掩护 往里面顺下转到远端 徐黄之后 巴兰丁进来 这两分轻松打中 来吧 froman 干嘛呢 给他这么容易上 哎 你永远放手能力 女学怎么回事又不守了呀 说的太凶了 我 比赞比赞比赞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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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七分的分差 现在50比57 鱼 convert 一 一 抹抹抹抹 再 左侧 快撞 点开 获得一个空位机会 差一点 好球 球权给到新西伯利亚队 再坚决一点 空位不同人上来 头乔高弧度 其实庄战这一下的选择 还是不错 他用虚拨缓开的对方 获得了这次出手 可惜只是没有投进 配着罗维奇 尼亚判断住对方防守的这个 但没完全断下来 对方拿在手上 给到中间 12号 篮板再拨 再给中间 看看转身勾手来打 篮板球 干什么你 转死 今天有好多的 这样的情况出现 转死 现在比分应该是59比50 庄战 兜上来 二 二 丽亚自己决定来一个超远 好 快回来 快回去 快回 两边这个回合进攻都没有拿到分数 42号的中距离也投大了 但是又是一个进攻篮球 二十进攻篮板 第一手上没有 反规 翻 好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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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体能行吗 孙力辰 体能行吗 再坚持啊 最后七分钟 罗马卡4 0 罗马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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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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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 罗兰琴 看看现在 面对 直接找底角 我感觉这就像一个 回到闪电击中了西国利亚队的队伍 打板都进喽 赶快球打板吗 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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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板进的 哎 你就坚决投的行 是机会你就投 不用管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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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继续 中间中锋过来在中路接球 自己运球带过半场 二十四号配着罗维琴 走 后 手底手拿到在左侧 王兰琴在对上 前方 看看抢位 掩护这下抢过去 给到底角波萨 好防 又防了一个三不针 漂亮 对于冲锋队来说 再次的快速的转换 这边也完全退回来 李宜扬 刚才一击非常漂亮的超远三分 现在进来之后 有一个脚踢球 这球啊 不脚踢球丢了 绝对丢了 比赛 比赛 各位加油的神在哪儿 追梦队 追梦队 李宜扬 现在内线在要 这下失忆拉开 自己有一个 一对一 李宜扬 车步 三分没中 篮板 这下中间 吴忠扬立功了 把这次关键的进攻 篮板拿到 各位掩护 王兰青 在背转身进来 挂住对方 左手 高 没有打中 这边篮板抢下来之后 推反击 实在 三打三 进来 犯规 鲁伊萨 鲁伊萨 挡那边 挡到左手那边 可不跟你说了吗 哎呀 我来 胡冲阳 你在那个位置就该犯规了 两次罚球 2 第一罚命中 60比56 信息波利亚队在全场都保持了 这样的领先的位置 虽然在第三节 冲锋队有反超过 但是他们还是把领先的优势 在这一时间拿回来 好 好 好 看看 鲁伊萨自己转身来打 被对方切掉 这个时候运球从中路的突破 让对方判断下来 看看巴兰迪跟进 转换三分 没有命中 篮板球 好 胡冲阳收下 回到黎一阳 没有 黎一阳在不断地观察 差点 变相 小打蛋 作战 我又快步吗 咋子要换我上就得了 Let's go 作战 就得给他创造机会 可以啊 你看看人家 打完踩 对对对 打完踩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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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在今天在下半场左右 两侧 进一线獠牙 三分凤芒 天了 对 又到了两分的差距 等一下 这次是西伯利亚队的 沟通出现了问题 罗马 77 他不帮助他 不帮助他 不帮助他 这次队友已经落位了 然后第二次征传的时候 直接传出了戒 又抓到这个返敲机会 分屏机会 来吧 追梦队 再来 追梦队 追梦队 练了 今天在外线最好的射手中战 为我们把比分追到了两分 现在黎一阳 手打扎 第一手赛 大平 黎一阳 这是顶尖后卫 动静结合 黎一阳看到对方脚步未稳 直刹篮下 翻屏两分 黎一阳太出色了 反手 冷静变队 一对一打中两分 黎一阳 放手 因为职业成员的表现 刚才这边也是一队一队 郭仲阳往里走 郭仲阳防守没有失位 但这一次有一个犯规 犯 哎呀 但防守有点太靠外了感觉 哎 你要眼睛看 你这边没有人的情况下 不能防底线 路易莎就在这个位置 懂我说什么意思吧 我说 防守也得需要带脑子的 六十一比六十一 我们能不能拿下这次的冠军 来到最后的三分钟时间 一切就将揭晓 出来 我外线 犯战的一个犯规 你这种球去的干嘛呢 我就不明白了 正常身体接触顶着就完了 听胡松阳和庄战注意 你们的两个个人犯规 都已经达到四次 没有罚中 比赛还是平局 路易莎 蓝牌往前顶 你不要给你顶到篮下去 没有你空间了 第二罚命中 没关系 再来再来再来 新西伯利亚队再次领先 来放 黄安琴 看看过掩护的一侧 李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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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需要耐心 同时不要犯错 你在法兰线以上运球砰砰丢 你在法兰线砰砰 你俩加最后这个失误 这三四个失误要命了 要不分数早翻过来了 再一个 这个底线球 你们一定要注意 你们这五号位 不要被压得太死 你俩的位置如果在这一侧 可以挡着一下 他直接处理 找低脚的装战这种空位 好不好 敢不敢赢 加油 加油 最后三分钟 回到场上 决胜时刻 来 我们防守的声音在哪 吹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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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掩护 马杰夫 他看身后巴兰丁的第一脚 对 对 对 一分一分四分队 这个最基本的 就是毫无经验 一分队就这种 你不放路线 你这么去协防 一点又没有 这次上来之后 新西伯利亚队坚持执行的战术 他们在场上低脚的位置 找到巴兰丁 找到这个三分进球 又是四分的领先 被转身 黎一阳 这下晃得很漂亮 但是在内线没有机会 再看他的观察 对方的联防战位 王兰奇 传球被叛乱到 传球被叛乱到 失误 太快了 没线 没线 是不对 迅速退回自己的半场防守 我应该在 看 看看 防守 防守 一对一 巴兰宁刚才投中过这个 拿到四分里面的三分球 变下 再打中两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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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慢路一桑 他不如收在里边 要什么点五分六分了 二十三 三十 脚步太慢了 白兰丁在最后时刻成为了新西伯利亚队 也许他们拿到胜利的一个关键人物 连得五分 还是联防 一级的联防 王德琪 打打打 黎一阳十秒时间 中间篮下胡同阳 这次接球的位置 对方宽住 让胡同阳能完成攻阔 上载 庄战 这次有吗 还有 这个在进了牛 我给给他做球了 挂坏了 也许庄战的每一次出手 都会让我们感觉能命中 但这一次球没有掉入篮网 我几个 还有九十秒 后马后 就是灌篮舞最后的九十秒 在分享球 华兰丁 地点开 拖位投篮不中 篮板坐在倒地强盗 华兰丁 这次转换 这次转换 孙英王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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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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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發 是有点 你拿到三個角落 你拿到三個角落 你必須做得到 你少少從下的位置 我们是两个的手法 我们是两个手法 这里三 这里两个手法 如果您是两个手法 我们是两个手法 二个手法 看这个短空 你俩站前面 你俩二要 假设你俩其中有一个 如果他上 你俩其中有一个在跟中 你负责什么 真真假假 你在这紧批 往中间比 就是始终让你俩去忙活他的后备 剩下三四号位 你们在中场里 不能让他接球 让他后卫让他俩去逼 让他俩去横传 横向随便传 不能让他纵向传 不能让他纵向传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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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中央 我们在中央 我们在中央 看起来 绝少 最后一定是苏带装在手上 绝对的 这是我把四分点夹上去 先来看王安清的这次加法 往下 下罚中 就差三分 罗马 都打 法律 各位 最后的七十秒 还用防守两个字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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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球点到啊 马基耶夫 约阳这下倒地 维棋拿着球 控制住时间 控制住节奏 最后一分钟 五十秒 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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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五秒 进来 被切了 庄战把球拿到 这次不是一个扳平的回合 李扬推到前掌 系队友稳定住 在场上指挥的战术 李扬多掩护 好 看看身后观察 没有人自己来 看看身后观察 没有人自己来 没有打中 没事 回来 回来 没有打中 好了 没事 这次 这次 还没有机会 如果这个防住 还有六秒的进攻时间 对中文队来说 那么先要专注于防守 对方 会把这个进攻时间去打完 这下上枪没有强到 德伯夫斯基 三 二 几乎杀死比赛 一 一 我的天哪 最后这一球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心脏 几乎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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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猫暂停 黎晓洋发球 庄战你来投这篮 胡重阳在这个位置 五号位 你在这儿负责接应 你五号位在这个位置 庄战这是第一机会 但是可给可不给 你夏顺往这儿下 就是做下掩护局 给庄战掩护 给庄战掩护 好 去选择这个球处理 掩护质量一定做好 好 停着啊 哪季马上犯规 打不去就 三 就结束 加油 暂停之后 还剩下8.5秒 还会有怎样的变化 军萌队还能不能逆转身 准备 我都没有 军萌队 好 现在时间六五四三二一 比赛结束 来自俄罗斯的新西国利亚队 比七十比六十四 战胜军萌队 也拿到了本次三交争霸赛的冠军 你这个脑子 你该下去干嘛去 你自己都说给庄战掩护 很简单的战术 没有脑袋打不了专业篮球 不,我们贏了100% 而且他们也贏了100% 但他们贏了很aggressive 他们贏了很好的 我们非常好看 很贤人 我们非常敌人 我们很穿得比较高 好赢得比较 我和成功之一 但我和成功之一 不太好 是的 冠真是冠冠 这很正好 但有很多错误 有很多缺乏 所以我和成功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其实一直在跟他们灌输一点 我说经济体育的残酷就是没人想起第二名 同时大家要痛恨失败 实际上怎么讲 说活得最好的还是最引人注目的 永远是塔尖那几个 如果你习惯失败了 证明你是一个不想改变甚至不想成功的人 那你也别指望你自己会成为人上人 我们还是要把胜利的掌声送给习伯利亚队 谢谢 对 好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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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当你知道他多优秀的时候 当你知道他多优秀的时候 当你知道他多努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就差一步 你就会觉得好遗憾好遗憾 韩德龙这么远 吴后韩德龙 这次出手感觉就是龙腾苦笑 丽雅自己决定来一个超远 丽雅这时候及时止血 壮战左右开攻吗 太好了 庄战三分神射 王兰青身后左手 反超比分 好强 找到孙力晨篮下对抗 太好了 孙力晨篮下势大力晨 三 二 五 在几乎杀死比赛 王兰青和所有的队友在场上 拼尽自己能做的一切 我觉得每一个队员他们的那种付出 他们的认真 就算我们比赛输了 但是我们的精神 我觉得是胜利的 所以我就是为大家感到就是骄傲 真的 有那么一瞬间大家看到了赢球的希望 但是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 确实第一反应很失落 就觉得这场球还是有遗憾 应该赢的 胜利就在眼前 但是就是胜利被对手拿走了这样 也是觉得大家拼了这一整场 然后没有拿下这个冠军 就是这种遗憾 其实今天大家在很多细节上 已经比上一场比赛好很多了 既然我们有这个努力的势头 进步的势头 那希望大家就一直把这种势头 一直保持下去 相信大家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继续努力 加油 我们的队员在这么短的磨合期当中 能够表现出这种斗志和能力 与一支专业的球队抗衡到最后一刻 教练的感觉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我实在谈不上最后丢掉冠军 还有什么可喜悦可说的 这都是安慰自己的话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 这个结果还是非常重要 尤其竞技体育 人家不会想起第二名是谁 大家只能记住成功的人 记住最后的结果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吧 别的没有 今天在正式比赛之前 我们邀请了三位超三俱乐部的代表 来到现场观赛 那根据大家这一场的表现 三位超三俱乐部的代表 也选出了三名优秀的球员 送出一份超三的视讯合同 第一位拿到视讯资格的球员 是上海上时篮球俱乐部 发出的邀请函 图中� 嵖松阳 恭喜 恭喜 看你翔哥位置顶了 頂了 堅哥uw重俠了 而这边胡中阳已经出手了 压少背三分中 漂亮 胡中阳 扣篮中 内线扣中 自己也是不太相信 就是我能拿到这种机会 整场比赛打得就是挺迷离的 也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特别感谢他们 就是那么认可我 第二位 广西生涯篮球俱乐部视讯邀请函 邀请的球员是周大力 我走了 打职业了 职业球员了 周大力 看看没有机会自己来做一个单打 进来左手周大力 给到春侧的周大力 来哦 周大力 三分宇 周大力只要给到铜银 他总会开张的 我觉得就很意外 从这场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我也没有打出自己的一些很好的发挥 觉得还挺受之有愧的 谢谢 第三位 成都合众三人篮球俱乐部 邀请的队员是 程兴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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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还是你和成都有缘 陈兴凯在一脚突破 大中两分 陈兴凯看看 陈兴凯 过来之后 左手大动 真心 漂亮 陈兴凯补助 陈兴凯掩护上来 陈兴凯再来一个 陈兴凯个人在场上5G3分 肯定会想开心 能收到这样的一个视讯合同 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 特别是还能在 去成都这样 这么热情的城市 对 我真的非常喜欢成都 再次恭喜我们三位拿到 视讯合同的球员 谢谢 也谢谢我们三位俱乐部的代表 谢谢 这就是灌篮第5季 播到今天第10期 其实在微博上呢 也收获了很多网友 球迷的关注和讨论 那通过微博网友热情的投票 我们也评选出了 本季微博最巨人际 MVP球员王兰青 而在这一季呢 每一个在球场上拼搏的球员 全都是热血少年 所以根据整季的表现 我们公布一下 四位MVP球员的候选人 一季的MVP的话 我给宋立成吧 他每场比赛都稳定的发挥 不管他对外战也好 对我们也好 还是他还是任劳任远 把他该有的水平发挥出来 就很稳定的一个球员 我觉得是王兰青 离一样其中一位吧 因为确实他俩在这个 控球上 组织上 得分上 都是比较亮眼的 黄金双枪吧 对 确实CBA的主力球员 如果选一个 我心目中的MVP的话 我可能会选中战 中战在这个 出手和命中方面 我觉得是给于这个球队 帮助最大的 请经理人 小景腾为我们公布一下 四位MVP球员的候选人 王兰青 黎毅阳 庄战 孙立成 对 好的 四位谁是我们这就是灌篮第五季的MVP 我们要请所有这一季的参与者 共同选出我们这一季的投票规则 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 每人每次投票计一票 我们三位超三俱乐部的代表 每人的投票计两票 现场的四位教练和经理人 每人每次的投票计五票 教练经理人以及超三俱乐部代表的投票 结果也已经在我手中的 中国移动青春追梦信封当中了 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芒果卡 将为每一位有态度敢行动的青年人提供 绽放青春梦想的机会 我首先来公布一下 我们三位超三俱乐部的代表 三位给出的是同一个人选 他们三个人同意的人选是 王蓝青 孙远孙指导给出的MVP人选 孙丽晨 孙丽晨我觉得他一路走过来 这段时间成长还真挺大 他的能力在就是有一个挺明显的增加和改变 他从海选到现在 我看到的成长是最快的 很努力地想再让自己变好 我现在手中所拿的是杨局导 杨局导要投给的是 孙丽晨 我把MVP之期是我投给孙丽晨 这支球队我觉得离开他可能还会这样一个层次 同时他这一整季 不管是每场比赛都没有缺席 训练课也没有缺席 我觉得他这个 整体的这个训练的连贯性 比赛所发挥出来的状态 我觉得给他也算实至名归 肖敬腾选择王兰青 最后要公布的是经理人吴尊 王兰青 一整季下来 我觉得王兰青他的功劳是会比较大的 他每一个比赛他是比较有威胁性 然后配合度也是很好的 然后他是一个好像在里面是一个领导人 现在我们所有的观众投票已经统计完成了 这就是冠篮第五季 最终MVP球员是 恭喜王兰青 恭喜 恭喜王兰青获得了一笔球员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吴珍和杨明 共同为他颁发奖杯 非常开心 他也非常荣幸 如果说能拿下这个比赛会更开心 MVP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开心 王兰青在呼叫掩护 左手突进来 找板 王兰青 王兰青 这次转换 球地碎我 王兰青 背转手 这次转换 很棒的 王兰青 球在手上 眼观四方 送出助攻 让队友拿下三分 给到王兰青 左手一步上篮 漂亮 来 王兰青 上场就全力以赴 给对面后卫线 防守很大压力 不留余力去 组织进攻啊 包括他自己个人进攻 然后也是得了 我们这边全场最高分 王兰青他一直是 全队很平均 一直在输出 一直是主力空位 我最终我也是给王兰青 是我心中的MVP 对 因为他真的是 很稳定 很优异 因为之前的几季 好像最后的结果 都非常好 但是从我这儿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小的遗憾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付出我的全部 我把我所有的东西 都给大家 我觉得队友们 也会有所收获 我觉得只要能做好 对篮球传播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 我来这个节目 最重要的意义吧 绝对是无冕之王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 永远都不迟 我们对赢球是有渴望的 什么时候赢球 他都不迟 你只要坚持 你想要的东西 你在追逐的事情 终究会到处 只要你对他够热爱 对他付出够多 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谢谢我们所有的经理人 教练 所有的球员 后我们一起度过了 这个难忘的夏天 也让我们在球场上 感受到了 年轻人勇敢无畏 全力无限 这种能量 与中国移动动感地带 芒果卡的理念 不谋而合 永远是代表着 年轻的潮流态度 一卡在手 应有尽有 助力每一位青年 自在如风 肆意前行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 我们下一季 这就是灌篮再见 安清恭喜你啊 得到了MVP 实至名归啊 谢谢尊哥 能在你的见证下 拿到这个MVP 我很开心 实不相瞒 我是你的MVP 可以给你拍一段 帅气的视频 留作纪念吗 孙哥 走吧 孙哥 你给我打个电话 给你展示一下 动感地带芒果卡的高科技 太酷了吧 厉害吧 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 权益超多 福利超多 还能越越开盲盒 希望这个动感地带芒果卡 可以陪你带着热爱 奔向你下一个旅程 大家好 我是演员魏翔 在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当中 饰演魏国征 上优酷看真正热血沸腾的 这就是灌篮舞 希望我们能够享受比赛 拿下快乐的MVP 中秋国庆 我们一起组队走进影院 看场欢乐喜剧 点开优酷 来场扣篮绝杀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志 在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当中 饰演《仁爱之家》的大家长月光 上优酷看真正热血沸腾的 这就是灌篮舞 让我们一起追逐热爱 在人生赛场上奋劲跳起 中秋国庆也一起组队影院 看场欢笑喜剧 天天乐 大家好 我是演员艾伦 在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里 饰演马教练 上游酷看真正热血沸腾的 这就是灌篮舞 特别是看了节目里 杨明教练在场上场下的专业指导后 让我这个新手教练 也学习了一番 篮球带给了我们很多快乐 让我们享受每一场比赛 中秋国庆也一起组队影院 看场欢乐喜剧天天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MiG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MiG HASALI到订阅阿滋 querem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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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